前排摇滾区挤满人 跟着火星人Bruno Mars 一起唱跳气氛正嗨 舞台前有民众直击这一幕 穿背心男子在摇滾区内疑似丢东西 遭工作人员从后方环抱 前面还有其他人帮忙制止 男子走路有些摇晃 一度被请出摇滾区冷静一下 男子挥手打到工作人员 还想回到人群里 当场遭到压制 9月8号演唱会 29岁男子在前排摇滾区 疑似喝醉了 丢手机和水瓶脱续大闹 工作人员上前制止 反而被打伤 其中一人头皮出现 1.7公分的撕裂伤 男子当场遭到压制 疑似饮酒泥醉 在现场有丢职物品 挥打导致工作人员受伤等脱续行为 接获演唱会工作人员通报后 立即将动手之蔡新男子 依伤害罪现犯逮捕 公民令提出公然五路告诉 一并移请桥头地检署侦办 警方获报抵达 将涉嫌打伤工作人员的男子 依伤害线刑犯送办 遭打伤工作人员 再指控涉及公然侮辱 另外提出告诉 看个演唱会失控 也变成官司纠纷 三地区黄级中 欧玉文高雄报导